漂流瓶千万别乱捡 那是正月年间一个闷热的午后 在太原市缝河岸边 几个顽童正在细水 不知何时 一个细长的瓦罐从上游飘下来 罐口被华美的丝绸牢牢封住 这东西有点邪性 大家离他远点 全都宝贝了 你们千万别打开 我们还是去叫大人吧 瓦罐里竟然也有一个小孩 他皮肤白皙 穿着肚兜 长着红头发 却没有五官 我上次这么害怕 还是在上次 未经王八变成小朋友 憋不住尿了 尿得好 下次别尿了 尿了尿了 三个顽童沿着河岸 飞一样的逃跑 而那个怪物 却真的可以遇风飞行 死要不放 直到 狗哥救命啊 我听你的 传老大狗哥速来勇武 一讲把怪物拍死了 众人这才敢围上来仔细查看 这怪物虽然没有五官 却在头顶的红发里 长着两只眼睛 谢谢你 狗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